RV 有效 有哪些 譬如說 他的症狀可以改善 這很明顯 你給他之後他精神就很好了 你給他LODOS 而已 或者是ISO PREMENT 大家都一網桶 吃了有效的話 下一次來見你就拿水果來囉 可能下一次就拿老長的柚子就來囉 所以很明顯 為什麼 他會受的困擾馬上進去 然後你可以避免Osteoporosis 不但可以避免骨質疏瘦 還可以治療 有治療 那當然骨質疏瘦沒有這麼簡單 你們要鼓勵他維持的運動 而且我要曬一曬太陽 不能說怕黑不敢曬太陽之類的 像這些問題 還有你正確的飲食習慣 例如說 那已經骨質疏瘦還動不動一天給我兩杯咖啡 我們就通通通 那這個骨質疏瘦你吃了也被咖啡給他弄掉 咖啡 OK 我不喝咖啡 那沒幹嘛 那你喝茶 喝茶不行喔 我不行 那我喝綠茶 很多病人都問喔 那綠茶能不能喝 那還是茶喔 所以各方面 各方面這些東西 還是要有一個 一個Spanic 一個Eatbank 去做一個評估好跟怪 不要跟病人給他講解 還有最重要的是說 要減輕他的Colocritone cancer 他對於大腸 直腸癌各方面 是有其他的幫忙 而且是有幫助 有統計數字的喔 有統計數字會降低這一個危險的喔 那哪些 在你給他惡無妖法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注意 譬如說來看一下 如果50歲的人大概有指頭 我們都會給他淪敗的HRP 大概超過5年喔 大概超過5年喔 Bless cancer的期率在婦女同胞 大概會變 會變為26%會增加 會增加26%的剩 那這個看到這個 所有的婦女同胞喔 就這樣 我看到前面這幾個 增加26%的剩 就緊張喔 為什麼 他就說會得乳癌不適的 但是後面有沒有注意看 5、5年喔 我跟達仁多位前輩 不會一口氣給他吃5年 不要說5年 可能你應該要吃半年 你就為了要休息 或3個月正斷肌圖 你就會叫他休息 然後用另外一種替代療法 所以連續吃5年 10%之後16% 那事實上這個paper 我特別去查 那因為我尊重 尊重這up update 待會網站上有的各位前輩 給你去看 我尊重他寫 但是我最近去查了一下 2011年喔 他寫的paper是 你如果我給他1加P 1加P就是坦白的 1加P 連續吃5年 他增加的risk是1.06倍 增加6% 1.06倍 也就是說你不吃是1的話 那你吃了5年是1.06倍 那這一個1.06倍 吃跟不吃是連乳房癌患者 跟沒有乳房癌患者 你叫做1 他是廣泛Roundline 然後如果有吃 大概1.06倍 所以5年是1.06倍 但是這一邊的話 在這裡它是26% 連續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5年之後 如果你可能會慢慢的 回復到 baseline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一件事喔 就算是5年高到26% 有74%不會得主障礙 但是你停了之後 那他會回到 baseline 就回到基準 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停了之後 他得主障礙的機率 馬上就會降到 跟一般人一樣 所以當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可以跟病人解釋 他的risk不夠高 但是我們自己呢 在給予的時候 請不要一下子給太殘 可能給1個月 2個月 3個月症狀會檢註 就讓他去 我看打鼓啦 沒有人會給他5年了 大概都不會了 再來就是什麼 slombosis 也就是說 靜脈酸塞這個物體 他如果你有吃 你口服了給他 賀爾蒙的話 大概會什麼 會有兩到三倍 會容易得到 靜脈酸塞 所以第一年最高 第一年最高 然後呢 如果是說 跟他相對的 這方面 譬如說 跟他 對 那個跟他相對的 所謂跟他相對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 他吃了這一個 賀爾蒙之後 跟沒有吃的 原本比較的話 他其實是比較低的 一停下來 就是比較低 所以 事實上有沒有危險 有 但是我們就盡量避肝 如果 以前有靜脈酸塞過了 我跟您說過了 你在病例上 記載的狀況下 那當然盡量都不會 就盡量不要給這一個 連外醫的話 他年紀大 老實講 他本來就容易 靜脈酸塞 你又看他胖胖的 然後你已經胖胖了 然後呢 他又告訴你 有這些水 結果你跟他一吃 外醫真的 真的酸塞 重工 AMI 回頭來看 會不會掛到我們身上來 本來幫他的 他又來找 找我們 所以這個問題的話 所以可能 靜脈酸塞 這是我覺得要分數的 那其他有哪些 必須要注意的 都是剛剛我所說的 那個 冠狀風患的問題 確實會有點增加 然後CVA的問題 也會跟著增加 CVA的問題 會有增加的期間出現 當然這後面這兩個有點尷尬 前面這個 我們真的要注意 那後面這兩個尷尬 為什麼尷尬 一些血管疾病 方法 各位剛剛所知道的 血管擴張 up rush 各方面 這些就是新血管疾病 你如果沒有幫忙 他 他又不舒服 包括等AMI發生了 他之前 已經很不舒服 去叫樓自殺 你該不該怕 不過 我們還是聽明白 這些東西 特別地把它注意一下 這些確實是有危險的 那哪些東西 我們要在健康上特別注意 例如說 你對於更年輕鬆的HRD 或者是說 請給他這些 或者是說 麻煩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稍微改變一下 或多吃一點 該愛的維他命D 的攝取之性 可能這也 HARP Factyl 以及Colum cancer 或Prescent cancer 這些 可能會有辦法 反而這些 對此的破綻 但是如果你 Colum cancer 和Prescent cancer 確實有增加 但是Colum cancer Colum cancer Colum cancer 和Prescent cancer 確實有降低了 這些降低 有一個情形出現 那如果你只給他 Ectrogen 當然各位知道 Ectrogen 只給他 表示他沒有什麼 沒有子宮 已經提出子宮了 AMI Colum cancer 這個反應影響不大 但Colum cancer Colum cancer 確實有增加 Prescent cancer 他的統計上面 沒有明顯的一個差別 只有 只給Ectrogen 那Bruscent cancer 會這樣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你給他 有這段 這樣吃的 這個危險 給他兩者E加PED 這個 那對這個 確實是有辦法 那只給Ectrogen 那一陣 所以 以這樣交叉 對這比較而言 只要HARP 一定要出這個 CPA 跟PED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這樣 也就是說 血管各方面的問題 記得 水口要問一下 他以前也會血管 各方面的問題 要問一下 再來 哪一些東西 去做給我們一個比較 我們就舉了一個 這個PAPER裡面 他用了一筆 1996年到2001年 總共收集了50歲 跟超過50歲的PAPER 大概換近百萬人了 去做了一個統計來看看 那在四分之一的 你信用到四分之一 有一個時間到的話 大概都會有更延期的情況出現 都會有一個更延期 各方面的一個前線出現 那如果你給他HARP的話 breast cancer 確實有增加 特別比較快 所以回過頭來講 你這兩者比較之強 是黃體素 對 breast cancer 可能影響比較大 然後可能比較 不是醫療 然後另外一個呢 如果是說HARP的狀況下 給他PARRI 跟Postmenopause給他 兩者比較 你之前給他 在更延期附近給他的話 威脅性比較高 那其實這個是可以理解 因為為什麼 你在更延期之前 你就給他的狀況下 給他一個惡魔 他所吃的事情 吃的時間是比較長 所以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給他 再來哪些東西就別給他 在這一個統計數字裡面 哪些會 哪些會給他 哪些會給他 或者是說 之前告訴你 他的 breast cancer 這些大概 我看就別給他 因為他是HARP的 這個也要注意 或者是說 已經有CVD CVA的 不能給 靜脈酸塞的 或是尼咳 這些就不能給他 如果肝臟嚴重了 肝臟活動 Active 特別是Active 如果他有告訴你 Cloronic liver disease Cloronic or Hepatitis Cloronic 然後又有更延期間重症狀 你可以短暫給你 但如果是Active的話 那是Active的狀況下 Vibor disease的話 你大概一抽去都不是我的 但Pocheron 可能要特別注意 然後如果對於沒有診斷的 Cancel Mass Brasil的Mars 或者是說 Diagnosis 你還不知道 他這個初選 是從哪裡來的 或者是說 有一件 Duby Johnson 的Rotter syndrome 這些東西講 那可能各位 就不要 不要去給他吃他了 不要給他吃他 但是我想 各位 跟各位前輩報告 Duby Johnson跟Rotter 在我而言 不是我的專長 我也好難去診斷他 跟各位抱歉 但事實上 我知道各位前輩 都比我還厲害 像這些都要注意 那相對有一些 Relative Contrification Relative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我會短暫用 是OK的 哪些 譬如說 Myoma 有的 Andromaturation 或是Migrate 有一個偏頭痛的 你給他低積量 或者是短暫時間 給他是OK的 但是長期先給他 Myoma 真的會增加 會有增大的一個情形 會出現 然後 哪些東西 我們常用 這個我就不特別提 因為各位前輩 都比我還熟 你可以給Rombo Rotter syndrome 或者是說 你可以給這些 有Uthers 給他 combine HRD沒有Uthers 將HRD 就好了 Oro 可能Oro Posmenopause 可能快到來 你可能給他 循環性的 HRD 或是Security 一個給他 HRD 當然 在這一片的狀況下 我知道 各位 我們常用的可能 你給他一個段 佔低積量的 一些 一些惡魔 循環性 也可以維持他 理性惡魔 也可以維持到 他月經來 病人他的心情上 會就覺得 我還年輕 所以像這樣 如果已經 Posmenopause 大於12個月以上 都沒有月經來了 那是Continue Combine HRD 大概沒有U 可以Combine HRD的話 只要沒有輸出 是可以給他 或是另外一個 替代 叫Timbron 這一個東西 Timbron 就是Livian Livian Livian Timbron 也可以取代它 來使用 哪些問題造成 廣闊 一個 一個 一個頭痛 那種 醉醬醬醬 以後 遇到頭肝 動不動就癢 來告訴你全身痠痛 我老公老師 要請我來做事 我就回家 不在意 我又回家 都會疼 甚至尿尿 尿尿 尿尿 床崩尿 床崩尿的問題 護你泌尿的問題 還有哪一些 有不同的 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 Local的這些問題 如果不知道這些問題 我們過去給給他 要跟各位抱歉 這些東西在台灣裡面沒有 這些台灣上面沒有 但是台灣有替代 比如說這一個東西 你可以給他Parent 那個陰道的支撐器 比如說Parent 那譬如說你這個 在維康各方面買得到 那他針對什麼 針對他陰道各方面 有稍微鬆脂 方法 用漏尿各方面行不行 還不用到開刀了 他覺得不舒服了 或許可以給他一個 塞的塞進去一下 或者給他 女性惡門的惡門 女性惡門讓他打到哪裡 打到陰道壁裡面 或者是給他用力 但是在台灣沒有 那就是說他在國外各方面 這個Parent 這個東西 他向一個陰道塞進 把他放到裡面去 或者是Ring Ring台灣有 各位應該前輩上 應該都碰過 像這個Ring 把他放在裡頭 這些都可以對於 Local symptom 陰道各方面是有幫忙的 那哪些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Condent Ira 這個東西的話 國外有人認為就是說 給他這些Condent 各方面 再支撐在陰道上面 信生活上面的使用 各方面 外面加他論滑劇 各方面的話 或者是說 女性的避孕器 把他撐在裡面 對他有幫忙 但是在台灣各方面 好像比較不喜歡用 男生不喜歡用 女生也不喜歡用 甚至有的他用的不好 結果理性 那個保險到各方面 又比較粗糙 又買到那種顆粒 螺旋狀 反而信生活上面 如果滑劇不夠的狀況下 反而會造成一些傷害 所以在這個方向 是不是要用到 這一個的幫忙 我想應該在海中 要吃力一下 那這樣在我們 伊斯特利上 凡西城 大概就這樣 我們常見的 而且可以看的 大概就這兩個 這兩個點 比如說我剛剛所做的 這兩個客人 是我們常用到的東西 而且可以真的解決 這個東西 那前面 在Perminal Post之前 我們的用的原則是什麼 給他10顆粒 也就是做循環 讓他有一個Period來 也就是 還是讓他有 在於更年期的前期 更年期的前期 可能45歲左右 到45歲 48歲之間 這些 你可能給他一些 什麼 口不避疫藥 或低積量的口不避疫藥 或是更年期 是維持盧子宮的病藥 讓他還是有規則的月經來 他除了心情上 會比較好 也覺得自己年輕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或者是給他Perminal Post only 然後這個的話 可能在第12到第14天左右 再開始給他 給了一個 保險 在第12天左右 就給他12到14天左右 每個月12到14天左右 可能給他一個Perminal Post 或者是說 如果他沒有出學部方面 你甚至別給他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跟我們的那個 Gairina 在台灣有Gairina 還有Wispel 很像 的一個口不避疫藥 給他三個月 讓他循環一下 出血量 各方面看來 不會多 回頭再進去 如果真的進入更年期 還是考慮抗出門的小孩 當然 有沒有出血比較好笑 如果有出血 可能要安排 再做一次檢查 有沒有人都能進去 然後呢 如果出現這些情形 有出血啊 你給他半年之後有出血 請注意一下 那血量如果很多 或者是說 你一段時間 本來沒有出血 你給他吃了沒來 沒有出血 後來有出血 麻煩各位 一定要進一步去做檢查 檢查看看有沒有 子宮內膜癌的可能 或者是說 他沒有乖乖做膜癌 根本就是子宮內膜癌 子宮緊癌的發生 各方面 這些可能就要特別去做 或者是說給他Timbal 那Timbal的話 他不是一個荷 但是也有類似的股的效果 那Timbal主要是什麼 是一個合成的Sterol Sterol 它的效果跟Extrogen 同些那種Testerol 非常的像 他們對於股質疏中各方面 對於股質疏中各方面 有些許的發大 但是最近的Timbal出來說 這個還是被處理 不過這裡還是 還是認為說有效果在 然後我們大部分 給他短暫的使用 Primenopause 也就是說 他還沒有更年期 但是快進入更年期 更年期前的一些症狀的時候 我們會開始 可能先給他Timbal 然後避開E加P 潛在性的危險 或者是說 他有在吃什麼 DNA癌 DNA癌 可能某些因素 譬如說 幾個簡單例子 他為了讓Atenomyosis 或者是說嚴重的痛經 或子宮內膜癌症 你打他 DNA癌 或者其他的腦下垂體的疾病 腦部的Tumor 必須要打DNA癌 那短暫性的更年期症狀出現 或許可以改什麼 給他Tumor 那以為DNA癌 如果你給他EA 豆子太高的話 我們稱這個 Uctin Uctin 也就是說 回饋了一顆症狀 的話 EA的效果會被診斷 這時候 你或許可以先診斷 那如果大於60歲以上 然後呢 他的HMRT 跟別人的一些 父母診斷各方面很像的話 那要注意一下 那以後 症狀機會會診斷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一個病人 是和我們多點 很積極一些 一些教育治療 一直提醒啊 這可能是我們需要的 那HMRT 會產生的一些症狀 也就是未來 問你講的 噁心猛痛 肚子有時候會痛 然後會有脹筋的情形出現 最討厭的是說 體重會改變 改變大部分是增加 很少是減少 胸部會增胸 或者是說 PMS的症狀 PMS的症狀 Primarumus症狀 也就是說 本來他都沒有精神症狀 結果現在有精神症狀 會出現 或者是說 Sona 跟Primarum 所以常常會有什麼 那吃的時候 會有遺滴嗎 會有水腫 對方的情形出現 或者是Glucose intolerance 搞不好會吃了之後 這些治療之後 好像會有一個 類似糖尿病的一個情形出現 但是那事實上它不是 或者是說 你的痣法 血脂肪會增高 有時候的Move會改變 那Move改變可能是High 可能會Ephoria 也可能大 也可能就是說 本來它很High一次的時候 它變得有點 有點平了 當然有點很大 會變得比較高 頭痛 Migrant 或Business 這也會有出現 甚至腳會有一些 走入好像抽筋的情形出現 還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病人 有電腦 那種一些大腦 的病人 對病人 甚至更嚴重 那有可能要給他的 比如說你必須要做哪些事情 比如說imprint 這些imprint你可以給他 或patchimprint我想各位都知道 當然現在在台灣已經幾乎沒有用諾普蘭 或者是用貼了給他 或但是這些你給他patch alone的狀況下 可能會多毛 甚至會變沙癢 然後而且他的音損可能稍微有點變大 這些問題是不是要擔心 這個可能需要擔心一下 但是Tesla Sterling這個男性會合法 各方面有些報告接受 女性服務女性的新生活 女性對於他有沒有那個mint 那種性率呢 好像是對Tesla Sterling比較有影響 倒不是女性客人 所以為什麼說Tesla Sterling 大家我打個問號呢 因為各家的paper不是不太 各位都知道 男性客人要有性率 跟Tesla Sterling有關 有性的事 他只是說這些paper跟Tesla Sterling 當你在給他使用的時候 一定有了解 問病人 你覺得你需要嗎 很自然見到我們醫生的責任 覺得他需要嗎 因為在問這個狀況下 如果他心裡告訴你 有乳房的病死 他心裡很擔心 哪怕會先取代性療法 並不一定要給他 或者是說你要告訴他 Risk跟分野 好處跟壞事 讓他評估一下 讓他了解一下 他去了解 他的症狀是全身性 還是濃厚 還是肌膚 這個可能要去注意一下 來對症下癢 或者是說病人 他本身有沒有子宮 你要先了解 有子宮 還給我先說 沒子宮 OK 只可以去出鏡 各方面就夠了 你也要了解病人是在 更能期間 還是已經更能期間 確認更能期間 來決定你給他癢 然後你看看 哪一種 Essolution 改變他 哪一種 那當然還好 我們現在只有兩種 0.625 這兩種 一種是Nature 一種是核心的 或者是 Pogestin Pogestin 這些東西 像這些的話 當你在跟病人詢問的時候 他那要從頭到尾問一下 如果他覺得症狀需要 才用後面這些東西 你腦袋就要想到這些 去要求 那當然 國外很可愛 有了一大堆Pogestin 讓所有的醫生 趴趴趴趴趴 腫到這麼多條 我可以打鼓 當你腫完的時候 病人也睡著了 就這樣完了 他每一樣真的嗎 他在網路上 你去上網路去看的時候 他就說 你要走這一條 走這一條 或者怎樣怎樣 吃完之後病人大概 也真的睡著 不過在國外 因為 你每天看一個病人 至少要三十分鐘 甚至到一小時 而且還有 Constitation B 我們這裡叫掛號費 國外的不叫掛號費 英文叫做 Constitation B 那個Constitation 就是諮詢費 台灣每個醫生 像前輩各位 都是好人好事代表 每個人應該都要保 為什麼 第一個 住人不用家 不用再保證金了 第二個 沒有Constitation B 但是國外有 所以他可以慢慢跟他講完 但是我們的病人大概 可能很難喔 你跟他有耐心 會跟你講話 那哪些呢 如果是Primatur呢 大概一般在四十五到五十五歲之前 便要去注意 他是進入更年期的話 大概在五十歲 不過呢 有人到四十到四十五歲就出現 甚至有人四十歲之前 就是更年期這麼大時間看 甚至他抽血個好還是留點像 政治性我們就叫做Primatur 但是這些Primatur的個方向 你要去注意一下 他要不要避允各方面的問題 那他的診斷一樣 FSH如果從四十五年 你抽了兩次之上 覺得多大於三十五 那可能你還是把它列入了 把它列入Primatur的Meno Force 也就是說 他可能是很早期就有沒有Meno Force 那這些 要診斷之前 這些先做下 第一個先驗孕 看看他有沒有懷孕 看看假裝性功能 你也給他驗一驗 看看初學報告 Polatin 他的Label高不高 因為他老下水點 Pudin Grand的狀況下 Polatin的Label 他的Label很高 他還在Maloria 或月經Misperia 或月經沒來 甚至你更年期的診斷 那看看他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Oto Antibody的問題 他在不用這些 藥物來刺激 暖潮 假裝性 或暖身的補充 或者是說 你去看看 他有沒有這個 Tirocliming的結果 然後報告他 裡面有潛在性能 他讓他心腫 但是他沒表現 但是他有這個情形 或者是說 FaceLine 他的補職術中 各方面的問題 有沒有問題 如果Repeat 兩到五年之間 你讓他做一次 做一次的方向 可能真的骨質疏充 你還是在那裡 或者是說 他根本就是什麼 你看看 你看看他有沒有其他 骨質疏充的問題 是跟什麼有關 是跟他之前的飲食 各方面 脂肪 各方面 膽固醇 各方面的事情 不夠所造成 這個也有可能 有問題 或者是說 他根本就是什麼 在Invertility 各方面的問題 你再做這些 Horical 一個刺激 各方面的情形 再因為TAT 然後在AFA上下 一看 Horical 看起來也很怪怪 像這種情形 你先排除的時候 再來說他Premonture 可能比較好 那Premonture 如果有 可能發生就最後一樣 那Premonture